曾经亲密无间的恋人 一份无力挣扎的爱情 悄然之间 变成了歉意满满 说不清道不明的爱意 在世俗的影响下 无力挣扎 不久之前 翠花跟杰西 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 逃单奔跑 疯狂面对人生 来到了那个迷人的空间里 在那里 完成了自在的告白 那一段时间里 翠花脸上的笑容 真切且美好 无视的下午 懒洋洋地躲在床上 肆意地享受 你情我浓 惬意时光 有人会问 爱情给了人类什么 答案 或许 是开心 是享受 是惬意 是毫无保留的付出 是爱意浓浓的陪伴 而如今 翠花都拥有了 之后的日子里 翠花变得一个人一样 时常等在剧场门口 静等着杰西的出现 迷人的夜晚 悄然的惊喜 仿佛让他们的爱 一次次变得浓烈 且富有光彩 可翠花心头的担忧 也很快出现 杰西是个名人 是个被鲜花包裹的 万人喜欢的明星 可他自己却只是一个 没有意外 没有未来的普通人 他害怕这份爱情的未来 害怕离别的伤悲 果然 翠花担心的事情 很快降临 那是杰西的经纪人的善意提醒 一个明星 需要流量 需要被公开 与众的私生活 没有秘密 尽是坦诚 可如今 杰西却已经陷进了这份感情谜谈 无力挣扎 很快 翠花发觉了 杰西的改变 一个人的表情 不会骗人 再加上女人的第六感 翠花再一次开始担忧 两人的爱 两人的以后 那天往常的等待 可翠花却被经纪人警告离开 为了杰西的工作 为了所谓的面子 翠花选择了离开 越来越接触到杰西的生活 翠花才发现 她的生活里 处处是男人的身影 那份不愿相信的真相 使得翠花 变得烦躁 转而偷偷离开 那晚 翠花选择了放弃 毫不犹豫的那种 经过深思熟虑以后的翠花 艰难了 说出了自己的选择 We should be friends 那个带着泪的决定 悄悄击垮了翠花 之后的87天里 翠花每天一泪洗面 像个被抛弃的孩子 日子这般过得很快 终于 在很久之后 翠花选择了重新面对生活 匆匆搬家 不愿再触碰那份深刻的爱 可邱比特的剑 仿佛并不打算放过他们 一场意外的交集 在这个特殊的酒吧再次发生 两个差点就此分离的女人 那一刻 心头再次心有所属 原来 爱 从来无法躲避 向来如此 不愿意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